谢谢 与生同心续集在台湾片名番为最终审判 原来的韩国片名则是英语元 巧妙地将阴间三十者 千年英国语缘分藏在片名中 两位使者朱志勋与金香气 透过加神马东时 才得知彼此曾经互相扶持 流 jeging时或香气时的影响非常印象深的部分 我本身是最后一场影响 我刚刚刚拍完后 两位在这两位 其实涂流了什么的 我感觉不出了什么 这种感觉也有很强烈 但是我喜欢出现 这种感觉也会变得很舒服 我感觉不出了 我感觉很高 但拍完后 这种感觉不好 不出了 秘密一个接一个 何振宇的身世之谜与父子情令人动容 让片商也特别选在台湾父亲节上映 以请求宽恕与原谅为主轴 让影迷透过剧中人物的遭遇反思 影迷别忘了在电影院里待到最后 才能知道就连使者们都不知道的大秘密 记者沈方敏刘家伟台北报道